孩子们在发育期长身体非常快 父母经常会抱怨给孩子的衣服或者鞋子很快就变小了,穿破了 他们会说 孩子们很快就把他们的鞋穿破了 在这里,此组wear out 的意思很明显 wear 是穿的意思 out 是向外,出去的意思 所以wear out 就是穿破,穿就,用就的意思,很形象 另外,它还可以表示被动的含义 即被穿破,就,用就,坏 例如 clothing seems to wear out in no time nowadays 现在的衣服没多久就被穿破了 从这两句话里你会发现 当人做wear out 的主语时,它的含义是主动的 而当事物做主语时,它虽然是主动语态,但表达的是被动含义 除此之外,wear out 还可以表示 使疲惫不堪,使累坏的意思 例如 the long wait while everyone out 漫长的等待使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whenever 引导让步状语从句 相当于no matter when 以为无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这可比when的口气强多了 想一想,假如你能对某人说 come to see me whenever you like 不论何时,只要你高兴就可以来见我 那你一定是很重视他的来访 才会这样许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